中国吉林省高速大道的辽园收费站 星期一下午遭遇了疑似龙卷风侵袭 加带狂风的暴雨导致收费站的设施和周围的农田 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 而暂时还没有接获人员伤亡的消息 狂风来袭时的景象被闭录电视的所拍摄了下来 而当时还有车辆通过 几个收费站的柜台也被吹倒 情况相当的害人 事发当天辽园市的气象台并没有监测到龙卷风的数据 而索性没有造成严重的人命伤亡 相关单位在接获投报之后 随即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目前辽园收费站的入口已经恢复通行 当地的防训部门也已经启动了应急方案 到受灾的地方进行善后工作